一个历史机遇让中国崛起 站上世界舞台 一个新的时代影响着13亿大陆的未来 说80后啊 说9年后抗压的移入啊 其实是一种不是太负责任的说法 都是我们80后怎样怎样 其实我们这一代还是 就是很有这种历史情怀的 他们是大陆80后 台湾的七年级生 香港人口中的Y时代 不管你认为他们叛逆 反骨还是很宅 他们勇于竹梦也探索自我 这一代年轻人慢慢地 是全球化的 是世界的意义 发现你自己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你不能不了解的80后 时代创造青年 青年也正在创造时代 公子也说这是绿色的 你不能 Bundestages 怎么能够的 你都不够用 你不能够用 这是中国大陆每年一千万毕业生 人人想挤进来的窄门 能展露头角进入北京上海一流学府的 真的堪称是大陆未来的一把手 地点一换来到清大的图书馆前 期末考已经结束了 不过门口依旧有学生排队 只为了等候一个看书的最佳战略地位 如果不是寒假的话 排的队伍会更长 有的时候会排到那边去 在寒假这种冷门时段 也得早早七点前卡位 要不然来晚了可就扑了个空 最多的时候我见过的是 已经排到那边那个走廊的下边了 记得的人我就不知道了 排到停自行车的下边那边去了 就是绕了好几圈 可别以为排队没啥大不了的 京城还有阳光露脸 但现在可是零下五度低温呢 那个是珠子清 然后这边有一幅队联 然后上面就是那个水墓清华的出处 这幅队联也很有意思 在大陆这边就是大陆学生一般考上清华都是那种 然后就会有家里的亲戚什么的过来玩嘛 然后就来来一波介绍一波来一波介绍一波 还有那个同学过来 带着他们 差不多都是这条线 就是都看一下 凌晨红和张鼎两个八零后的年轻人 是清大国际政治研究所一年级的学生 来自湖南的林晨红从四十万研究生中脱颖而出 湖南高中的考生才一百四十人 他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二校门这边就是平时周末的时候 然后暑假的时候人特别多 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刻就是鸦片战争 其实我们这一代还是很容易被这种历史感染的 都说我们八零后怎样怎样 其实我们这一代还是很有这种历史情怀的 新世代就一定反旧吗 这是很多人对八零后独生子女的名思 被称为大陆八零后的这一代 出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究竟他们代表的是世代交替 还是旧文化的消失 我这大漫长大开 开怀融容那天地 2008年8月一个历史机遇改变了老北京的千年形象 设计师们大笔一挥把整座京城变成一部纵横古今的旷世巨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所积累的能量 从此找到了出口 瞬间急剧爆发 快速的难以想象 这就是八零后所身处的时代 在衣食无余的新中国里诞生长大 他们跟刻苦耐劳的父母辈 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社会中流砥柱轮替了 老北京的形貌改变了 传承千年的孝道思维也巧言动摇了 根据中国社科院统计 中国大陆到了2050年时 老年人口恐怕会暴增到4亿人 成为深度老龄化国家 但传统孝道思维 帆布美德淡薄 让老龄化不光是社会问题 也可能变成脱缓中国大陆发展的经济包袱 扶养老人成为一胎化独生子女 难以承受之重 或者应该说 即便他们在主观上愿意 客观上也恐怕力不从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奶奶 我們可以進來嗎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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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您了 我們待會兒一起到樓下 餐廳吃團圓飯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吃 對 來自台灣的陳鈺念北京中醫藥大學 他也是個80後 香港叫做Y世代 在台灣是所謂的七年級草莓族 太陽曬了 剛才把他早上洗個澡 我的快樂 來自你的小聲 而你如果流淚 我會比你更心疼 剛開始跟著志工到處關懷時 只覺得這只是陪老人打發時間而已 沒想到這一丁點的陪聊 激起的迴響遠超過他的想像 讓我勇氣 我原本前幾次來的時候就覺得 只是來看看他們的 不一定他們會有感覺啊 他們看到我們慈青的隊伍一走進來 他們就真的試淚 我那時候看了覺得好心疼 真的很心疼 然後我那時候才真正就發現到 我們的關心 我們給爺爺奶奶們的關心 不是說不是那種可有可無的 對爺爺奶奶們來說不是可有可無的 我們在他們心裡真的是有分量的 陳鈺來北京兩年了 除了為了學中醫 他對古老的中華文化 也有著莫名的吸引力 因此才會離鄉背井進京 擁有千年古文明的首都 在新宇宙的跌宕中 衝突磨合 就連堵車也成為新北京的一種特色 不過陳鈺倒是老神在在 總能在動彈不得的車鎮中 悠然自若地體會老北京之美 北京國子堅坐落於北京市安定門內 是元明清三朝國家最高學府所在地 按照左廟右學的規制 一牆之隔處就是北京的口廟 北京國子堅始建於元大德十年 1949年後北京國子堅一度被用作首都圖書館 和北京少年兒童圖書館 直到2003年簽出後國子堅才又成為 中國教育博物館的所在地 陳鈺沒有選擇住校 而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三平大的空間裡除了滿屋子的書 還有一缸魚 他常研究生命與心靈 這是許多80後不太問自己的問題 像我高中的時候 我的學校會說 發現你自己 發現你自己這樣 discover eye 那我發現很多中國同學 沒有發現自己或失去自己 他發現很多同學都迎合父母期待 社會期待 但卻不見得自己喜歡 也是讀書啊 大學也是讀書很用功的 讀中醫 問題是 他根本不喜歡中醫 怎麼讀 可能他是被逼著來學的 這是陳鈺對大陸80後的第一手觀察 當然也不能以偏概全地說 大陸80後都是這般模樣 只是出生在1980到1990的這一代 的確是中國大陸最便宜 也最錯綜複雜的一代 英國媒體BBC曾經引述中國青年報 一篇關於新三道與舊三道的報導 描述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畢業生的理想是 到基層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現在變成了到國外去到外資或中外合資企業去 到掙錢多的地方去 其實不能怪我們這一代人 其實真的不能怪我們這一代人 就是說只是整個社會大的這個一個 就改革開放幾十年之後 改革到現在之後 它整個大的環境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所以到這個時候你去說80後 說90後抗壓能力入 其實是一種我覺得我個人認為是一種 不是太負責任的說法 就是說把責任都推卸給我們 像以前的話可能很多60後70後的人 都會覺得80後的人就是很沒有希望什麼的 但是現在看慢慢90後長起來 其實大家對80的評價其實不像以前那麼偏激了 就覺得其實80還是那種比較有朝氣的 新世代年輕人不一定全然功利 不過許多大陸80後的想法 的確不可同日而語 就是一款遊戲嘛 然後就 我現在是選了我一個人打對面 打對面五個人嘛 會不會覺得很無聊 網友很好吃 當然我們經常就玩這種東西 不是只在先上就是那種 就是什麼打壓升級的那種 我只玩這種看起來滿內容的內容 從內陸二級城市的學生爬上了大陸最高學府 林承宏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學 他不想當只會苦讀的書呆子精英 而是追求玩樂與課業並重 這個台視機就專門用來看電影打遊戲 然後這個小粉就用來那個學習寫報告啊 寫那玩兒看書之類的 就一個筆記本放這兒 然後一個台視機放這兒 可別以為他只會在虛擬世界裡換天想地 真實世界中他的眼光 早就瞄準了遠大的國際 與另一個台灣同學 畢業後打算留學法國 接受全球化的洗禮 以前的眼光可能只是一個中國的 就是說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價值觀認為這是對的 我覺得我就就會去做 但是我慢慢開始就是世界觀開始轉變 好厲害喔 腳放在上面 好準備喔 你不要放在上面 拿起來 拿起來 然後咧 然後你就可以 就這樣滑 就這樣滑 這是清大獨一無二的花式溜冰 台灣來的佐存信算是開了眼界 他沒有滑過嗎 他沒有滑過嗎 他回不來了 他看得沒看到 雖然是第一次大膽嘗試 但佐存信很快就上手了 佐存信和林晨宏是清大國際政治所的同班同學 兩人不僅PK兩岸關係 對民主的看法 還互相切磋國際視野 我們系非常多留學生 那不論是從亞洲洲還是美洲 甚至非洲也有 那不僅是認識大陸的同學們 就是其他世界各國的同學 他們的文化還有他們的習慣 我們多少都能接觸得到 在北京這個競爭激烈的場域裡 有超過8萬的外籍留學生 來自全世界112個國家 而且各個都是有備而來 北京798創意藝術區 是由廢棄的工廠所改建的 它吸引了許多藝術家在此落腳 逐漸發展成即畫廊 美術、設計、動畫、時尚與一體的多元文化空間 在798裡 可以看到前衛又復古的衝突元素 讓人處處充滿驚奇 也象徵了新舊交融的北京新風貌 我們今天買了什麼菜 今天有芹菜還有求生菜 今天我要吃一品鍋 這個芹菜還買了四毛九哦 這麼多 這一個袋子 有優惠就買優惠的 這邊的菜比較油 而且比較鹹 吃有些不太健康 從馬來西亞到北京念書的李嘉文 是另一種類型的異國八零後 開動了 學中醫的李嘉文已經在北京待了一年多 沒逛過街 沒買過衣服 住的地方也超級客難 這就是我房間 所以是客廳哦 沒有啦 還上一個房間的有簾子 反正客廳還有味嘛 就可以 拉多成一間房間 比較省一點 一個月多少錢 一個月多少錢 850 用薄布隔出房間 從生活費裡擠出一點零頭 累積起來 會自己圓一個主人的夢 我就把錢省下來 就可能去河北啊那些 因為我覺得 自己就有那個規劃 我這錢是要來做什麼的 如果把它花在其他地方的話 我就不能去河北啊什麼 我覺得去比較有意義 這是李嘉文年初時 參與慈濟東令八棒一整時的情景 小女孩斬下手頭的一點錢 犧牲玩樂花費 就為了來這個偏遠的山區關懷 一臉稚氣的她 有著年輕孩子少有的定見 我想過 我是不是應該 出去玩一下 拿著來北京嗎 但是我想過過後 我再想一下 我覺得 真的不一定是一定要玩的 其實來北京也可以有另外一種 那個生活的感覺 然後反正就我覺得 這樣子過得很充實 我就覺得是很滿足 八零後處在一個複雜的世代 一個比過去更多元 世界差異化更小的世代 我希望我可以在中國 累積我的實力 培養自己 對 然後再到世界上去看一看啊 我和同學馬上去法國那邊走一趟 也交流於越來越多 就是這一代年輕人慢慢地 是 是全球化的 是世界的一步 主要是對得起自己 然後可以幫助到 有需要的人 或許他們對社會 對政治有些冷感 總是想跳脫傳統框架 但他們勇於探索自我 這就是八零後 未來將創造趨勢的新世代 謝謝 最大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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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